校园防疫政策多变 高雄市議員先宣布各級學校 包含幼兒園補習班課照中心 自5月23日到25日要採線上教學三天 但之後又及時宣布延長到一周 高雄市議員童彥珍就認為 政策應該要明確 否則民眾真的很難掌握 這個時間一發布了以後 其實造成很多的家長的困擾 讓我們完全沒有預警的情況之下 然後我們必須要請假 不只是要請假 而且是不是可以拿到 這個防疫假的假單也還不一定 小朋友停課或不停課 家長都很頭痛 去學校擔心會染疫 停課在家也擔心沒有辦法照顧 童彥珍呼籲市府要在貼心點 做出全方位的評估 有更好的疫情政策 讓家長也能夠更安心 在這個既然你要放假 因為現在疫情這麼嚴重 不如你就放長假 像過去我們三級的時候 幼稚園小朋友是不用上課的 可是學校仍然可以接受 小朋友還是可以送到學校去 但是這樣子可以減少小朋友上課的人數 所以我覺得政府在做這個政策之前 好好的考慮好好的思考 不要想到什麼就做什麼 真的民眾不是你試水溫的工具 若是符合防疫照顧對象的家長有請假需求 故主不得拒絕 不過疫情狀況多變 停課還要多久 對家長而言恐怕是接下來最難的課題 童彥珍也希望防疫政策能夠尋出雙贏解放 記者小宇宣 彭文玉 高雄報導